對於千八年來解釋不到的神秘事物 有人不相信 有人好迷信 有人迷而不信 就讓我們一一來拆解 遜而不迷 Hello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遜而不迷 今集會繼續和大家說三世書 之前和大家介紹過這一本 已經有超過五十年歷史的古籍 三世書 也有介紹過這一本 現在大家可以在坊間的指責店 或者是大型的報紙攤 或者是書店那裏買到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拿著這一本 我都不會查 那怎麼辦呢 因為它裏面會有不同的項目 但它又沒有寫給你聽怎樣查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不用怕 因為其實除了這些古籍之外 現在你也可以買到另外一些版本的三世書 那就是後人 再根據諸葛良和袁天剛 他們編寫的三世相法 跟著再推演出來的一些新的三世書 那你會見到這本 你坊間都可以買到的了 那它裏面也是會很清楚地告訴你怎樣查的 例如這個算是馬薩 就告訴你 原來你是用生年之家生月去查究竟你是哪一個呢 那 大家都可以拿著這些新篇的三世書 去認識一下 又或者是有另外這一本 我自己 因為之前 有難的這本 是的 我舅舅的 也都是有不同的項目 有些項目 有些項目是有的 有些項目是沒有的 都是一些新篇的 那 也都是可以見到 又是難的 是的 我的書已經是難的了 已經難到這樣了 但是 你也可以看到 有些新篇的三世書 原來你都很容易自己會查到的 又或者 其實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你可以上網 去找到一些三世書的網站 就是輸入你的資料 然後按鈕 就已經出了 關於你的命運 所有東西出來的了 但是呢 對於我來說 去研究三世書 我不是只著重 究竟我的命是怎樣呢 雖然我們可以在裡面找到很多東西 可以找到究竟我的前世是來自哪裡 是甚麼人 我欠了別人多少受傷錢 我偷了多少錢 油燈未還 然後 我有沒有凝黑父母 和兄弟姊妹的關係是怎樣 我的財力是怎樣 所有很多項目 我們可以在裡面找到 可以認識到自己很多 但是我作為一個學術研究 我就只是不甘於此 我就會 其實是很想 再繼續去參透一下 這本古籍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那因為 如果我要去研究 三世書的範疇的話 我拿著這些 沒有難度 這件事是 又不承認 已經寫了出來 但是 如果你拿著這一本 是人們看不明白的 但是你搞得到它 你就承認了 但是這一本 基本上 我講過了 它裡面很多的項目 我想我可以參與到的 都是80-85%左右 但是其實都已經很好 因為我可以找到怎樣去計算的話 有四十幾個項目的 我之前都說 我找個坊間的 找個師傅幫我看過 他都是幫我查到27個項目左右 所以對於我來說 一個學術研究 我就喜歡向這些古籍去挑戰 這個是滿足我自己的一個學習的心態 和一個好奇心 我這次想介紹給大家 認識一下 這本三世書 有一個範疇 是很有趣 很好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你在後面的其他範疇 你會看到 有些推理有沒有醫路 先天醫路 後天醫路 那些東西 其實都很容易推的 很容易查 但是都是 有些是按照你的出生年資 有些是可能按照你的出生年五行的立音 加上你的月 有些可能是用時 有些可能只是用月去推的 那 裡面 你會 你想一想 你就會知道 那如果用我的年資去推的話 或者用我的年去推的話 或者用我的年去推的話 那就是這個世界 在那個範疇裡面 只有十二種人 就是十二種名格 那如果用我的月去推的話 又是只有十二種名格 那 所以 其實 是不是真的 這麼 普通的東西 不知道 統計學來的 但是 這個範疇 就很有趣了 這裡是 第九頁 去到第三十六頁 這一部分 你會看到 是一些公仔 是一些動物的公仔 那 我們叫做三勢眼琴上法 那 其實 我相信 現在 可能年輕的那些 其實我 相比起來 我也是年輕的 但是我 去做一些研究 那 我相信年輕的那些師傅 都未必懂得 怎樣去 運用這一部分 去計算 那 因為我之前 去找過師傅 幫他看 他也是過了這一部分 那 他基本上 他是由第 第五十九頁 我記得 第五十九頁 開始幫我看 那 就是五十九頁 之前那些東西 他都過了 而五十九頁 這一格 這個範疇的東西 都是推錯了 那 很好實 我自己 也都不是說 整本都精通了 那 因為 好像這一格 這個範疇 我都未精通 那 所以其實 如果這一本 我是 研究到四十幾個 項目 怎樣去查的話 都佔了這本書的八十至八十五個 我都已經覺得很厲害了 哈哈 自己摘一下自己 好了 那 講回 這個動物這部分 怎樣去查 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呢 我小時候 就見過我阿嬤 她 通常都是用這一部分 幫人查的 這一部分 它的好玩之處 就是可以查到你的一生的命運 的循環 究竟是怎樣 因為其實剛才講過 其他的散 item 都是用你的不同的 你的八字裏面的不同的東西去查 很散地去查你的 有沒有兄弟緣分 有沒有凝黑父母 或者財力有多少 但是這個是計你一生 在後面的其他的散 item 那裏是沒有這樣去 去一個循環 這樣講你一生的 那這個呢 就是 它會分 你可以看回自己 由零 即出生至到五歲 跟著由六至十歲 跟著十一至十五 十六至二十 這樣去看回 究竟發生什麼事 有一點點像我們看八字 或者是看 紫微斗數的十年大運 但是它還要再分 再分 它是五歲五歲 這樣去看 也或者是用來看 你當年的流年 當年的流年 每一個月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我自己 就用過我自己的命 算我自己的命 還有算過很多不同的 個案的例子的命 包括有些名人 或者歷史人的命 這樣去計算 去推敲 真的裡面的東西是說得中的 就是用這個算法去看 所以這一部分我覺得是很珍貴 也都 你基本上 你買這一種書 這一種書 或者你網上任何的 算三世書的APP 是沒有資料 去告訴你 這一部分的計法 怎樣去看 用三世書去看這個五年五年 或者是流年 那這一部分呢 我記得我小時候看我媽去算的時候 她是幫我舅舅 用這一部分去找回我舅舅的出生時辰出來 因為其實有些人 可能她不會知道自己的出生時辰 我舅舅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時辰 那我媽呢 就很有心機 這樣去用每 就是她知道自己的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出生 但是就不知道什麼事辰 那她就唯有 是用每一個事辰 這樣去幫她開一個故事 去推論 我當是這個故事 這樣 你5-5歲是否發生過這樣的事 然後6-10歲是否發生過這樣的事 是 然後11-15是否發生的事 16-20是否發生的事 不是 然後21-25是否發生的事 不是 那我對不起 這個事辰不是你 然後再去找 下一個時辰 可能用下一個時辰 就找到這張圖 然後就說 OK 我們又看了0-5歲是否發生這件事 6-10歲是否發生這件事 是是是是 推到一個時辰 原來所有東西都合適的 都中的 那你就知道 這個時辰是她的時辰 所以其實 三細書其實是其中一個可以這樣做的工具 可能坊間 如果你找到一些師傅 是有心機的 他也可以幫你開你的八字 那 將你那天的12個時辰 全部放進去 開12個盤 又或者是指微斗數的 開12個時辰的盤 看看哪一個盤 最像你的 這樣也可以幫你找回 你的正確的時辰 但是有些人 可能會做好一點的 可能 老人家說 我不記得你幾點出生 但我記得剛剛天空光 那天空光 你都會知道大約是幾點 通常因為我們在說一個時辰 是兩個小時 你會知道 究竟是 我們猜天空光是五點至七點 早上 看看五點至七點這個時辰 幫他開個盤 或者幫他看這個三十書 覺得這個五點至七點的時辰 剛好是靠近五點 但又未到五點 可能是四點多鐘 那天剛剛開始光光的 你知道生孩子的事情 即是女人生生孩子 暈眩暈眩 又不太清楚 看到少少光 所以又沒有個鐘 給他看 所以又不太知道 只是靠天空光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些方法 去幫他推翻那個時辰出來 如果他剛好 那個老人家是可以 跟他說到大約那個時候 是什麼時候 就可以節省很多力量 就不用建十二個盤 這樣去幫他開 我覺得這個項目是挺好玩的 在這一部分 他們都有看過我自己的 也都覺得有幾重的 例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雖然現在不可以給大家看 但讀一讀給大家聽 讀開書給大家聽 他就說我 零至五歲的時候 遇毒蛇雙侵害 花症開時 避雨淋 其實小朋友 真的沒有太多特別的事情發生 所以就未必可以很引證到 那 所以為什麼媽媽那時就說 幫孩子看是不準 所以就不幫孩子看呢 Anyway 六至十歲就說 火燒病迫害 迫伯 重重災毒 災毒來雙侵 那六至十歲的時候 是有做過手術的 總之你聽這句話 都已經不方好的 而且 不是我自己想做手術的 是被人迫的 OK 都迫迫迫 OK 接著 十一至十五歲 是遇黃恩來相擾 是非口舌不安寧 那十一至十五歲 即是中學的階段 中學的階段 基本上我是一個小鼠 來的 就不是怎麼說話 但是真的會有些是非口舌 是可能 是 總之 有些 可能是 那時候又不懂得 收口 有些可能因口而出禍 這樣 OK 接著十六至二十 入平地 被遭到 即是小鳥 暗築 當風 恐難明 那 又是一些不太好的事 那我十六至二十 就是讀書不成 是的 中學階段 接著就 去讀秘書 那 讀秘書的時候 又覺得很黑暗 那段歲月對於我來說 那 接著後來讀戲劇 讀完戲劇之後 又不阻業 又 沒有出路 那 所以都 暗築 當風 恐難明 我都覺得中的 OK 二十一至二十五 行住居高屋內 始功財力足豐榮 有一至二十五 那時候 就在電影公司那裏 的教育 劇教育部那裏做秘書 也不是說 賺很多錢 都很少錢 但是就賺多少 花多少 即夠用 夠用 那就很開心 每個星期 都和朋友出去喝酒 是的 一定是出酒吧喝酒的 但是沒有錢剩的 但是 都OK 那他這裏就說 始功財力足豐榮 還有 二十一至二十五 在電影公司裏做 然後就剛剛開始回電視台 是的 回TVB 都叫做公屋內 那就可以了 是這樣的 OK 二十六至三十 就說 尚德意江湖水 步步春風落太平 其實我全部是 skip 紫秋人馬神戰五味生日書 是沒有讀給你們的 OK 我特意 skip 二十六至三十歲 步步春風落太平 德意江湖水 二十六至三十歲 那時候 離開了電影公司 離開了電視台 在配音公司裏做 然後離開了配音公司 其實那幾年是轉過很多個工的 但是 是辛苦的 在很多個不同範疇工作 一天我會回不同的公司 可能我最多 我試過一天回四至五間公司裏做 都叫做 闖蕩江湖 OK 那段歲月 就覺得自己很累 但是很拼勃的 還年輕 還熬得住 那 就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慘 但是到現在 回望回去 又覺得 還不是這樣過了嗎 OK 好 到三十一至到三十五歲 就說 被拆來 雙匯合 有一隻 叫做拆的動物 來找我 然後 無償指控 沒人情 三十一至到三十五歲 這段時間 一天開始在工作 又在不同的公司裏做兼職 那是會有一些 不是那麼咬嚴的人 在身邊的 是的 也都是 遇過一些 是沒有誠意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句也是對的 接著好了 三十六至四十歲 就說 地鼠來相害 不相性命也相生 如果我的同學仔 有上過課 尤其是卡西堂 我有分享過我 那段時間的經歷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 這一句 就很重 地鼠來相損害 不相性命也相生 那時 三十六至四十歲的時候 是發生 很不如意的事 是會令到我的精神崩潰 情緒崩潰 好 跌落谷底 是真的 就算不死也有生殘 所以這句 我覺得也是很重的 接著 過了 三十六至四十歲 然後 四十一至四十五 花作牛形象 發達榮華 中所欽 OK 四十一至四十歲 就說 好了 其實就是正正我現在這個時間 OK 他就說 花作牛的形象 發達榮華 中所欽 OK 暫時我就真的不是發達榮華 但是都叫做 有人欣賞 有你們在這裡 繼續看著我的頻道 又或者是 來上課堂 都會有 有一些人會來 欣賞我 好 這裡 就看到現在我的生命 這裡 原來發現之前說的 其實都中了 都中的時候 那怎樣呢 那怎樣呢 都已經過去了 其實 對於我來講 看這件事 是借股減金 是借自己的股 減自己金 可以看回 如果我還有命活下去的話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查過後面的其他項目 它是說我45歲 又或者長的 就會再多 十幾二十年 那就不要管了 Anyways 所以如果是過了的話 那接著會怎樣呢 所以如果前面那些準的話 那後面那些應該相差無幾 所以我就會看一下 後面的 到46至50歲 如果有命的話 就說 化成獅子像 榮片顯達 決非常 即是說厲害 就是厲害 總之我不管了 就算你不懂得解 讀書不多的話 一看都知道厲害 知道50歲 然後繼續有命下去 51至55 那就是化肚山臨下 一事臨時喜事臨 又是好事來的 好了 51至55 是嗎 剛才說的 這個我現在是 41至45 46至55 1至55 對 然後56至60 就是化龍身頭身角 對 化龍身 化龍身頭身角 前程綠馬 尖灰明 又是厲害 又是好事 顯到明星了 去到這個時候 然後 好了 去到 我又要再數 我已經忘記了 OK 41至45 46至55 就是55至60 OK 是55至60 然後去到61至65 其實我們就要數回 一個循環 其實是你0至5歲那格 就是 遇毒蛇相侵害 花症開時被雨淋 即是說 到61至65的時候 有些問題 65至70的時候 就是火燒並迫伯 重重災毒 來相侵 那就要小心一點 即是說 其實如果我以前那些 那幾十年 未去到60 我當 總之去到60之前的 那幾十年 剛才讀給大家聽 都是一些 幾寬天起地 幾好的現象 我覺得已經很欣慰 已經很足夠了 那我 五彈球去到60歲之後 那些災害 OK 所以其實我們去學習 或者去認識 這一件事 其實是 看回以前的事情 發生過的事情 跟著 看到 之後他推敲的事情 而有所準備 讓你自己有所準備 如果他講的是好的 那就好 如果他講的是不好的話 都自己有所準備 有所知道 大約會怎樣 那我應該怎樣去走我的路 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或者怎樣去準備我自己的心態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 這裡 其實就是 你0到60歲 到60歲以後 我們有一個循環 其實 我們60甲子 是一個循環 所以 你去到60歲 之後 又走回早年運 其實在我們的 原學叔叔孫命 是會這樣說的 我們60歲之後 會走回早年運 如果你 因為朋友 你有命 到60歲以後 恭喜你 然後 你究竟 你想知道 你60歲大約的運會是怎樣的 你回憶起 你小時候 同一個甲子 究竟發生什麼事 大約 我不可以說 100% 都是發生同一件事 但是 浪子 是不會變得太多的 很壞的 成份 浪子 是不會變得太多的 這部分 最主要就是 去玩這件事 我知道坊間 很多師傅 都沒有教這部分 或者 不是教 真的沒有教 我在坊間 真的沒有看見 有關三世書的班 OK 但是 就算有師傅開檔 去幫你看三世書 的話 他是沒有幫你看這部分 但這部分是非常有趣 我覺得是非常好玩的 那我也是 用過不同的人的盤 或者其他人的盤 去演繹過 都覺得是非常準 還有是 很有趣 好玩的 那我就想說 如果你說 我也是覺得 我也想認一下 拿著這本古籍來認一下 那怎樣呢 怎樣可以玩 懂得去推算這些 來上我的課 真的 我不敢 很老實 我不敢說 我勁過很多坊間的師傅 一定不是 我也是 純粹一個學術研究 一來是一個教學淵源 有一個慧根去啟蒙到我 那另外 我真的給了很多的時間 心力去研究 去推敲很多不同的演算 不同的人 的引證 那其實我現在做的事 就是千多年前 諸葛亮做的事 那只不過 好像很型的 我講得 只不過我是根據 前人 諸葛亮 或者是袁天江 他已經寫下了的東西 再去到 用他們的東西 去做回自己的統計 就是他們那時候做這本古籍的時候 他們是一個統計 我現在也是在做我自己的統計 而去推敲一個真真正正 如何去查裡面的東西 的一個玩法 去做回紀錄 而我也都覺得 我今時今日去做這個功課 叫做 是很充足的 一定是資料很充足的 應該會被坊間的師傅 就這樣 你坐下師傅 看看 長生夫妻家 家活大生通 兒女無形 前提琴定西東 我知道 長生 然後下一個項目 我一定是豐闊很多的 告訴你 這個肯定的 因為我亦都會給你很多不同的資料 告訴你 怎樣去操作 你都會 你會有一份表去記錄 你不是這樣說完就算 因為其實 對於我來說 因為看三小書 實際太多散的項目 他可以這個散的項目 說你很有錢 然後另一個散的項目 說你很狂 然後可能這個散的項目 說你前身在哪裏 然後下一個散的項目 又說你前身在另一裏 究竟在哪裏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不是要去散件去看 而是要綜合去看 所以我就會提供一份的紀錄表 給大家去記錄 你們找到的所有項目的資料 然後你就可以憑著這份表 去綜合所有東西 去看看究竟是怎樣 我們就不太散件去看 變成其實是看一個整體 整件事是看一個整體 就不是那麼濕濕碎 雖然其實他的東西分得很細 很濕碎 但是我反而覺得是一個整體去看 還有其實說回這本文章 剛才說過了 千多年歷史 古人的 他裏面說的東西 其實到現在 你是很難用在現今的世代裏面去演繹 究竟怎樣演繹呢 接下來 先擠下牙膏 接下來再會和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大家對三世書 或者對玄學素素 或者對其他新心靈的東西 都有興趣的話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要按一下小鈴 接下來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